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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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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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年醒了 昨晚睡得好 書序… 你看我居然醉成這樣 永年不必戒壞 喝了這杯茶, 剛剛倒的 謝謝… 謝謝王叔 酒席已備好, 請先生入席 什麼, 還要喝酒 百年戒陽, 恭候戒殯 劉王叔 王叔, 你看你已經連續陪了我三天 叫張松怎麼過耳得去 永年這麼說就見外了 你主公是我王兄 你是當今國事 劉備能與君共聚 實乃大衛平生 拒拒在下, 手無搏雞之力 兇無隨賊之賊 談何國事 斬棺奪 與萬鈞從中取上將首級 這是關於張飛他們的事 先生能與少譚之間 鬧得曹操狗血淋頭 厭尖撥臉 不是國事是甚麼 王叔, 過獎了… 請先生更衣, 我在外恭候 好, 王叔請 主公, 內府有要事稟報 甚麼事 永年並非外人, 但說無妨 夫人請主公過去一趟 他不知道我在招待國事嗎 他告知夫人 無論有甚麼事, 遲一點再說 真命 爹 尊夫人是孫權之妹 青春年少, 又遠離孤土 王叔在這裡已經陪在下三天了 王叔還是快快回府 永年, 妻子如衣服, 兄弟如手足 好, 何況永年這樣的國事 更應該乾淡相接 妻子何時都可以相見 而永年千里而來 我一年可以見到多少次 來, 不用管 我們繼續喝 好 請 看來永年輕很喜歡喝這杯杏花串 等先生歸屬之時帶上三車 兩車留給我王兄劉章 一車留給先生 謝謝王叔 主公 主公 什麼事 夫人, 開始發火了 請主公回去一趟 夫人發火, 我就不能發火嗎 退下 再敢擾我代客, 均發從事 遵命 請主公 你看, 全部是因為我 還是請王叔快快回府 主公, 我看你還是過去了 夫人脾氣大, 還是不要得罪她 幸好張大人是朋友, 也不會見笑 人在屋檐下, 豈能不低頭 荊州說到底, 都是向東吾借來的 夫人就是此轉這件事 才敢向主公發火 幹什麼 發脾氣我就會害怕嗎 就算得罪孫權又如何 就算得罪了整個江東 我也不能失去永年這位朋友 來 乾 請 看之茅賊, 都此強凌虐 侵佔大看城池 黃叔是看室中親 仁義之命, 民於天下 但只能機人離下 將從心有不平 為何心有不平 我留備何德何能 能有荊州這樣一個妻身之地 已經是心滿意軸, 豈敢奢望 是呀, 黃叔自然差異 以你的雄才大略 別說佔據周郡 就算取許槍而居朝廷 亦非憤外 永年, 你醉了 我留備世代為看神 永不敢伴看 到了今天 還有人念念不忘自己是看神 真是難得 以我看來 荊州東有孫權 常懷苦據之心 北有曹操, 早有傾吞之意 區區荊州, 非久戀之地 是啊, 這點我知道 但天下之大 寫荊州 就再沒有我留備安身立命之地 黃叔輸我直言 亦就有險賽百處 欲野千里 聞恩國父, 良享足備 全眾智能之事, 無不久仰 黃叔之德 黃叔若能起京商之君 長驅世子 以蜀宗為基本 數年之內則霸業可成 看實輕易 永年 永年 我當你是國時 你怎麼能說出此等背逆之華 別忘記 你煮劉貴玉 也是漢室皇親 是我同中皇兄 我豈能骨肉相食 侵奪他的屬地 劉貴玉雖領益州州目 但非言君明主 他品性暗弱 不能任言用能 更有看中將老 他時私侵犯西村 我來之際他已經大軍壓境了 竟將村屬兩縣的土地歲父 強行收繳 劉貴玉對此 竟然落落不至一池 整日間 只知對著美女作話 此等主公能保有西村嗎 他配保有西村嗎 事下 村中人心離散 惶惶不可終日 皇叔不娶 莫非要拱手楊與張老 或者坐視西村 雖然落於曹操之手嗎 紀委 請跟我來 西村角棍的長途 此途 張松用了整整三年的時日才劃完 屬中地理行程 山村險要 軍營兵陣 賦稅錢糧 進在途中 誰得到此途 誰就能得到半個西村 皇叔 請過目 皇叔 皇叔 為何不看 永年 我怎麼不知道 此途乃是天下自暴 皇叔 但是敢有餘倫家的美玉 君子豈能窺視 況且這塊美玉是我皇兄之物 所以我不能看 皇叔 皇叔 永年為何如此 請皇叔不要再推遲 你若再推遲 不止西村的百姓不答應 大汗的百姓也不答應 皇叔 自董卓之亂之後 汗塞與西沉之日 奄奄一息 劉氏諸侯相繼被人兵吞 如今 就只有西村還在聖樓 但是屬中 士子百姓都明白 這個劉益州 相信是無法維持多久 你若不娶 不出兩年 益州亦將亦主 你所聲稱的 看賊不兩立 王業不騙案 又有何意義 豈非一句空間 皇叔 為看失忠卿 我甘願付伴主之名 捨起劉章 迎皇叔入村 還望莫蘇以天下為重 聽張松一言 先取西村為基本 然後北途看宗 再後授取中原 抗政天朝 是 於此 皇叔可命誰清是 萬古留荒 稟主公屬度崎嶇 千山萬水 車不能荒鬼 馬不能亂臂 從來都是二手難攻 如今有了永年興這幅圖 又有永年興做內營 亦就拖手可得 不得了 主公 永年欲獻西村 叫做大汗的一片忠誠 你是漢室之後 不要辜負永年 一片赤城之心 你們不必再說 永年請起 永年 劉備多謝你一片厚意 不過 仁義兩治 是我劉備的立身之本 行事之命 劉備 就算困逼自死 也不能取劉貴獄的西村 天啊 我屬中威何就得不到 言君命主啊 全民為何不能長之久安啊 主公的脾氣就是這麼倔強 他心意已決 從不做背信棄義之事 永年興 如果你真的想劉皇叔 入主屬中 那在下有一個辦法 是甚麼辦法 西村不是面臨險境嗎 只要你主公劉章 請我主公領兵住村 以他將路 我家主公必去無疑 劉皇叔剛才已經說了 他已已決不去 是 事在人為 你放心 你放心 我自會想辦法逼他去 真的有辦法 永年你是個益州特事 尊敬前去許昌朝公 曹操不與相助就算了 豈能把你亂棒打回 主公 在下 連死都不拒 何據曹操的軍鵬 在下 悲憤的是 曹操竟如此無禮 欲及主公 欲及我西村一十二郡 是神軍民 是呀 想當年 董卓在朝為上的時候 他只不過是軍門一個教位 論出身 我是皇室中親 他就是個宦官之后 但如今 他就是主公你 為殘水敗流 不配做益州之主 曹操甚至暗藏奪取西村之心 曹操想逃我西村 正是 在許昌大教場上 曹操當著我的臉 炫耀他的兵威 問我 你們西村有如此的精兵強將嗎 你們主公可知道天下大勢 主公他敢威脅你歸降於他 曹操確實有山漢自立之心 這是人所周知 事已至此 我該當如何 你們說吧 主公不必過於憂慮 神歸屬途中 已私得一賊 快說 好 經周流鼻 與主公同中 他仁慈寬厚 胸懷大肢 手下有關羽、張飛 招雲等蘇十萬將 赤壁歐兵時 就連曹操都對他聞風膽裂 如果主公能顯示結好 引他為愛媛 非但張老 就連曹操也不敢犯我 不可 何不請他率君入村呢 不可 萬萬不可 主公 若聽從張崇之言 西村之地進屬劉備 刺賊萬不可可 你的意思是 劉備想趁勢和西村正時 劉備遠得人心 近得民望 更見諸葛亮 旁統之志 慣張趙之勇 如果照他入屬中 請問主公如何相待 主公若以暴曲代志 劉備豈肯苦福造小 主公若以禮相待 一地豈能容易主 時日一久 劉備若反客為主 主公又如何處之 王權之言有利 看中張老繁戒 乃閃戒之侄 劉備如果入村 必誠心腹大環 況且劉備原本為世之梟雄 他先是曹操就逃謀害 後從宣權更奪荊 此人心術如此 豈可治愈岸塔之間 況且我還聽說 有人出事許昌回來 路過荊州 是否你和劉備商量好 李嫌, 你是說我私通流鼻? 有何證據? 那你為何要去荊州? 荊州流鼻仰慕主公 問我出事許昌 問我出事許昌 特營經周地界 托我帶來了酬斷千筆 美酒百壇 呂岳十名, 敬獻主公 李嫌啊李嫌, 我向曹操入宮 曹操把我軍棒打出 如今劉備向主公入宮 你就要無憾我為奸人 莫非你的心向著曹操嗎? 你… 你… 好了… 先說軍情 如果不請劉備商助 將盧術郡侵我西村 如何抵擋? 閉關絕境 深溝高雷已拒之 天真, 馬超是何等的僑勇 深溝高雷 可以擋得住西梁的鐵騎嗎? 主公, 剛才有人說我勾結了劉備 我看這裡有人勾結了將盧才是真的 張松, 你胡言烈語 李嫌 將盧虛年來犯 你就勸主公閉境絕關 深溝高雷已拒之 結果如何? 兵敗烏下, 各地賠銀 今年將努力馬超來犯 你又勸主公閉境絕關 深溝高雷已拒之 莫非我們西村是奴地 永遠只能閉境絕關? 莫非我們主公是容主 就永遠只能躲藏於深溝高雷之後嗎? 主公, 我們越是退避 那張佬就越大膽 為何他永遠是劍 而我們就至今為盾 長此下去, 劍必能擊穿盾 主公, 留備之人, 天下無人不知 如果主公連自己的皇室和宗都信不過 那天下還有甚麼人可以信呢? 請主公恕罪 在下不忍坐視, 世村危亡 告退 我已已決 派法征為正事, 前往荊州 靠叔, 你不幫忙 孝夕, 你主公想叫我帶兵入村 抵抗張佬? 正是, 我主公要皇叔入村 越大巷, 望運危 此事催修, 為何 孝靖兄, 我們也有難處 你看, 曹操虎視於北 孫權狼臥於東 而且本來我們兵馬也不多 如果主公分兵入村 不然我們就有喪失荊州的危險 事緣這麼說, 我聽起來好像是託詞 諸位, 時下曹操虎三方 以成三竹頂立之勢 你望我, 我望你, 他望他 誰都不敢輕易起兵 為何 因為三家都盼望另外兩家打起來 自己好從中謀利 於是, 三家一時之間亦不會交戰 比喻曹操在中原施行三賊 養民, 屯肯, 幽賤, 所謂何時 因為曹操他早就看出了這一點 孝直兄, 所言甚時 在下不敢高談闊論 只好說俗氣說話 請說 進軍西村, 毫用甚舉 而荊州地下, 我們拿不出更多的糧響 致遠, 這番不是俗氣說話 反而說了一句實在話 同樣, 我也和諸偉說一句實在話 我主要皇叔入村 主要是想借皇叔和各位將軍的威名 來震懾張老 還有, 西村物產豐城, 良享富足 而且我主有言在先 皇叔若能入村 良享, 轉步由屬中供給 孝直, 既然你主公 把話說得這麼坦白 我心為感動 如今奸臣當道, 看失傾毅 在天下各州牧中的看失血脈 也只有皇兄劉貴玉和我 皇兄有難, 我豈能就守 皇兄有命, 我豈能不遵 只是如今, 確實良享貴乏 所以才為難 那就是說, 皇叔答應入村 屬中前途, 燦爛 對了, 皇叔 我這裏有一封, 張松給你的信 哦 我 原來孝直和永年是自家 正是, 不瞞皇叔與各位 就是我勸張松 將西村長途獻與皇叔的 一仗無能, 累死三軍 如果人主無能, 豈不禍滿天下 屬中有色之事 人人皆知流漿昏庸 世村, 遲早會落入賊人之手 與其如此, 不如讓有德者居置 皇叔 這次劉將面對張老的威脅 是驚惶失措 為此 我等求皇叔入村 還望皇叔順勢而為 千萬錯失良機 孝直兄 難得你一片二十 自恩我與劉貴玉乃同中 此次入村 我只是幫他抵抗張老 保境安密, 絕無非分之想 招連相傳一知, 狡兔又藏三分 何況孕苦 況且, 竟就東有孫權 得有曹操, 難以援旋 而益就戶口百萬, 討廣財富 可知大業 更有張松與我等為內座 如此天賜良機 皇叔, 不可錯失 孝直 當世與我水火相敵者曹操 曹操以急, 吳以歡 曹操以暴, 吳以仁 曹操以決, 誤以忠 每與曹操相反, 則是可勝 仁義, 是我本, 是我命 取而代之的話, 請足下別再說 二哥 大哥 真是的, 倒手的地盤也不要 等同大哥進了村 不管他同不同意 我們儘管動手, 才佔益州在國 你們以為主公真的不想隨西村嗎 君師 先生來了, 先生請坐 好 來, 先生, 喝一杯酒 好 先生剛才說什麼 先生的意思是大哥心裡想 口就不想說 主公兇有大志 所以一直夢想中興漢實 要想中興漢實就不少土地 亦就動搖千里 主公喜會, 不動心 那他為何一再拒絕張松和法正 是呀 其一是, 劉章乃奉天子斥名出掌西村 而且已經自穿十幾年 主公要娶西村 必須要到不得不娶的時候 方能娶 起碼要令世人看來也是如此 否則, 西村的官吏心中不服 屬宗的百姓亦會唾罵 這個道理 主公是再明白不過的 主公若不娶西村 就不會入村 入了, 遲早必娶 何時娶 那必須要等待時機 好, 好啊 再者, 張松和法正二人 他們是真心地請主公娶世村 還是奉了劉章之名前來試探 那要拭目以待 你們倆跟隨主公多年 為何也不明白主公做事 向來是滴水不流的 明白了, 明白了 我和二哥一進村 不管大哥同不同意 如果大哥不動手 我們就下手 不行 不行 你們倆都不可以去 為何 其一 敬州必須要由大將把守 你們二人還是子龍 必須留下 才能震得住孫權 其二呢 主公如果把你們兩位大將殿皇西村 那劉章豈不是會更擔心 他的報索豈不是會更深寒 如果我們不去 誰幫大哥打益州 劉章暗陽 他的手下 沒有幾個能征善戰的將軍 主公有皇宗和毅賢相隨 還有在下 喜歡對付村局 如果實在不行 再調你們兩位來援也不遲 好 滾聲 來 乾 來 乾 好 五弟劉元德果然是仁義之君 我怕發政一請 他馬上帶兵進村 那已經是半個月前的事了 劉備此時已經進入村境 那真是兵貴神速 他們如今去哪兒 拘捕劉備大軍已割四馬關 沿途秋毫無犯 好啊 真是仁義之君 就有人義之師 主公 在下覺得劉備越是這樣 我們越要小心 他在這裡收買人心 請問王大人 如果秋毫無犯是收買人心 莫非你是想叫人家奸淫老略嗎 方唐 主公 此次劉備入村 只帶了三萬人馬 關章、趙等將軍 一個都沒有帶 那豈不是辭取西村的陣勢嗎 主公有十萬大軍 劉備但憑這三萬人馬想攻佔我益州 有可能嗎 永年說得有道理 主公 劉備千里而來 而且已經進入村境 在下之見 是請主公順綱而下 認他一程 既是主公之禮 又可以試探其君 是 沒錯 我是應該去 你認為在哪裡相迎 浮城在村東重鎮 而且在水陸兩路要地比較方便 主公就在浮城相迎他 永年 你立即準備車城將萬 令上將將任率軍三千 陪到我去浮城 告訴他,所率士兵 無必個個個是村軍壯士 仍中有奇甲鮮明 至最的刀槍要閃亮 定要向勒備展示一下 屬中的軍威 主公命鑑 不可 主公是益州之主 豈有可逸身前去浮城 況且如果劉備起了謀反之心 順勢將主公捉拿怎麼辦 主公若有難 村屬必定大亂 李大人呀李大人 為何人人在你眼中都是賊 為何既請人家 又提防人家 主公,你嫌所雷有利 請還請負還負 刀槍無情不得不放 請主公納其忠言 切勿興身禮兵臨冤 王權,你敢離間主公和劉備的皇室親情 主公,在下認為 疑人不用,用人不移,明主也 且用且疑,半應半距,用主也 還請主公三思 我以早以決,都是你們三番四次這樣盡慘 你們如果有本事去殺張老去滅曹操 如果沒這種本事,就別阻止這個出刑流鼻 你去死 主公…不能開,主公 揚開 主公 我與人人相回,愚親之難 你們屢次辱我,揚開 主公 幫我把皇宮門拉開 辦法揚開,主公 放口,畜生,放口 畜生,放口 畜生 主公,主公 不能開,主公 不能開,主公 主公,主公,主公 不能開,主公 不能開,主公 讓我等最後一間 說,主公各有賬神,家宗賬子 皇宮行宗義之言,主公不能不停 如今阻止流鼻仲未遲 如果讓流鼻進入浮城 讓他進入村屬之地 那就是龍入去,苦盡山 村屬之地盡失,主公 不能開,慢慢不能開 流鼻乃我忠兄,血脈相襯 你們為何一再鼓? 作賢者必殺 讓開 主公,不能開 主公,主公 進來,主公 全白打散 進來,主公 走,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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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磊 黃磊 你想幹什麼 益州從事黃磊 入血而奸 吾聞,苦口良藥利於病 忠言逆耳利於行 今天,主公親身入險境 必然,有去無回 若主公斬張松,拒留鼻 則世村老幼恨心 主公接入恨心 你越是奸,我越是要去 世村年年落敗 再擺在你這群容神之手 藏田,望縮 我去把他拉開 是 走 將軍,三千徵狀佳義點齊 請將軍下令 主公已經動身 前往浮城,會見留備 各營四間煮飯,五間出營 隨我護衛主公 出名 張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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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大人,你… 你怎麼會全身都是傷的 張總君 你真是指納三千人去浮城 主公命我出三千徵狀胡架 我等自然奉命行事 如果主公已受奸人蒙蔽 征前往府口,你怎麼辦 你身為將軍,你就見死不久 大人,此話何解 是 劉備是苦樂之輩,手下皆為百戰之士 如果他在浮城動手,劫殺主公 你三千人,如何敵得過他們 如何保護主公 那,依大人之見,我應該怎麼做 大三萬人前往 大夢 大夢放絕,山川依舊 古戰場上幾度春秋 小春秋 封 Jungle 我说到 天下英雄 谁是你的手 烈火飞舟 你必须回头 将冬子的夜风流 不是红也不是有 一粒混到永久 不失去也不是了 往来在人间 与天的同手 与天的同手 我说你尽管我 今晚先看 这种东西 中海市场 不妙是 不妙是 很远是 对